我在路邊攤會買衣服 對 路邊攤的話我會殺價 如果是買三件 然後他就說一千啊 什麼的 我都買三件啊 你怎麼不夠我再便宜一點 九百了 八百五了這樣 老公有看過這一面嗎 就是你 有啊有啊 有啊 那老公都說 那麼了吧 在台灣的時候我還算是一服習慣 很習慣 從第一年過來就很習慣嗎 沒有 然後住的地方什麼都沒有 然後跟小潔去加了 我還夾很大的台灣的那個衛生 這不是很大很厚嗎 夾一包然後兩個我手上 我真的有快飛起來的感覺 小潔就買了一個浴室的拖鞋 他就中間沒有剪 我就穿著那個拖鞋 然後就勾到 我直接撞下去 然後隔天 覺得很噁心 嗯 驗一下發現懷孕 我背都涼了 天啊 我還打去衛生紙 快飛起來 朋友沒有一個認識的朋友都沒有 然後就很難過 然後就在CV裡面 就看到日本的很多東西 然後我就流淚了 然後CV裡面的店員 默默地過來給我衛生紙 對然後想說 哇真的是 有就是 有好人啊 哈哈 孕吐很嚴重 我聖誕一天我還在吐 就完全沒有辦法適應 對台灣的吃的東西 還有比如說 有很多藥酸的味道啊 還有那個火鍋沙拉茶的味道啊 或者香菜的那個味道啊 就是各式各樣的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我吃完之後一吃 天啊怎麼這麼好吃 我現在都煮麵吃 就是跟小姐說 那些也非常不要吃的 很好吃的那些 泡麵 我讓你王子麵 跟小姐姐 五四年來 你們的一些婚姻的維持 知道 你們是怎麼 你們是有定期的開會 然後就是 真的是哪個地方不爽 就一定要講出來 有的是 福氣也是一個小公司的感覺 所以一定要去經歷 我都會盡量在外面 不要在家 因為我不想在家 變成一個有情緒的地方 所以以前是 我可能比較會忍耐 然後什麼都不講 不斷爆炸 小姐可能是唯一的看過 我邊哭邊喊那一種的 那時候因為什麼事情 我身體二胎 看了二十五斤 就跟兜兜龍一樣 然後 瀏海剛好變長了 然後小姐幫我剪 然後剪完之後 她就拿浴室的那個玻璃 你現在喔 你瀏海是這樣騎的 然後臉就這樣衝出來 我就砰就爆炸 我說你臉衝出什麼意思 我不是更生寶寶嗎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說我 那你可以試看看 你可以懷十個月 後來想 好像這樣也不行 對然後 然後就開始變成 開玩笑的方式 或者就是真的很熟的化妝師面前 就故意說不用抱怨的方式 但是其實是給小姐講的 我覺得小姐那一頭是個怎樣的老公 她是真的配合度蠻高的一個老公吧 就是毛比較多的是我了 所以她真的是會配合我 然後她也知道我的個性 說起小愛的個性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那位會因為輸贏而哭泣的小女孩 別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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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發現我其實是有變堅強 2013年的巴黎的試鏡賽 因為我2003年的時候 我第一次打試鏡賽 然後就直接進前八年 我想說這個十年應該我也有成長了很多的東西 我希望就是在巴黎一樣的體育館上打好成績 結果我第一場就是輸掉了 然後我就回放電就哭 哭到我都沒有開燈 然後天黑自己都沒有發現 然後看手機就是很多人關心 還有我教練 我還有雙的還有混雙的 我就可以就是可以再一次站起來 對就是去掌動的感覺 大家好我是飛燕愛 我決定要退役了 成績不退役了 會不會覺得其實臉太早 我從三歲九個月開始打球 然後從差不多四歲吧 就開始參加比賽 我一次都沒有為了自己打過比賽 我都是希望我贏球之後家人開心啊 或者就是支持我的人 所以奧運獎牌拿到的時候 我就是掛起來的那一瞬間 就這樣了 沒了 那個時候要宣布退役的時候 差不多就有一年多 我就是後來想 我的任務是什麼 厚臉皮一點 日本的球賽是有我在的話 觀眾會變多 然後後來想 已經日本隊的水平又上來了 並不是我一個人一定要撐起來 這個日本的桌球界 很多學妹們 就可以一起承擔這個 不需要這樣很榮幸的負擔 想讓下一步的人 退完之後 不要讓他們猶豫 就是安穩要幹嘛 我可以就是幫大家哭後面的路 也可以讓他們安心專心地可以打球這樣 所以這個事應該是我的下一個任務